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中国大陆一直到美国以色列 其实从业也将近十年了 那么最早是专门做管理咨询 后来也是因为创业的机缘 接触了国内整个蓬勃发展的市场 所以后来在杭州 苏州跟深圳 也分别做了非常多的创业孵化 早期投资还有加速项目 那么后来在1617年 当时借由康奈尔学习的项目结束之后 目前的话在Indiegogo 专门是负责整个亚太 包括全球的项目孵化 和他们的市场加速互动 我看到您的在职场的生涯里 几乎涉足到很多的地区 还不同的行业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全球的科技企业 尤其我们在Silicon Valley 世界创新之都 但是科技企业的寿命 其实并不长 全球的科技企业的寿命 据说不超过三年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我们都说 全球的创新看美国 美国的创新看硅谷 那么在Silicon Valley这块 其实我们已经历经了 应该有三四波的起起落落 所以大家看到非常多的 科技型的企业 他们从初期的快速发展 到全速的繁荣的上顶 一直到整个从顶部的话 再衰落下来 其实整个的这个历史 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类似的案例 无论是像Sung Microsystem 包括现在很红的Evernote 一直我们也都知道 很多这种社交媒体 类的这个软件 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归结去原因 为什么大家给出一结论说 科技型企业一般的话 能走出三年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周期的很少呢 就是因为非常多的科技型的企业 它的创始人 包括它的创始团队 通常来说都是技术背景 我们经常看到 可能斯坦福 伯克利 哈佛 MIT 他们毕业之后的话 对于一项技术 他们非常地痴迷 他们希望把这项技术产品化 那么我们说技术产品化 这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过程 但是产品化之后 往往大家面临的挑战 就更多了 产品怎么卖出去 对了 因为投资人是要回报的 初期创始团队投进去的资本 也是需要收获的 同时呢 由于你的开发 还有大量的这种资本 包括现金流的话 你需要去打平 那这时候就面临很大的问题 产品被孵化之后 如何进行市场加速 进行市场加速 产品到品牌 产品到商品 商品到品牌 这条路怎么能迅速地走过 我们所谓的这种死亡谷地 来实现它资本上的一跃升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 在往往三年左右 真正进入了市场 熬过了最凄美的寒冬之后 反而从高处坠落的一个原因 你刚才讲到就是这个产品 科技转化为产品的时候 产品怎么去市场化 这是像一个死亡谷地一样 之所以把它叫做死亡谷地的 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死亡谷地的话 这其实是这个 之前有伯克利的一个教授 他在写一本书里面的话 叫精益创业 他在这一本书呢 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模型 就是这样的一个 先是往下扎 然后之后的话 再往上跃升的 这样一个S型曲线 那么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图形出现呢 就是因为企业在一开始的话 他要投入 即使他融资之后的话 他整个现金流的话 依然是为负 这前半段发生的 就是产品从零到一 因为你要开发嘛 然后之后的话 其实从一到十 或者一到三十 真正进入市场的时候 又需要大量的投入 无论像国内的 很多科技公司买流量 包括美国的很多公司 像新台湾区非常流行的 像Bird Lime 这些共享电动车 一直到现在的话 飞速发展的 这个Pinterest 像Uber 前期烧了大量的钱 但这种烧钱的话 很大一部分 其实还是烧到 产品机会市场 要变成商品 让大家要认同 它的品牌 认同它的价值 认同它的服务 认同它的整个 给你带来的 这种Traction的时候 其实发生了问题 那么如果你无法 跨越这死亡股地 那你的曲线就平了 如果你成功地跨越了 那之后的话 就会形成源源不断地盈利 你刚刚讲了一个两个字 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两个字 就是认同这两个字 认同你的产品 认同你的价值 认同你的品牌 那你怎么帮助他们呢 在这个认同这个两个字上面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 对于CEO来说 它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命题 对于投资人来说 它是考验一个团队 在这个创业过程当中 是否有对自己 对市场一个很好评估的 一个标准 那么对于客户来说 这种认同 其实就是我要不要 掏我兜里的钱 去购买这个产品 是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就是引出了 可能我之前的话 做的很多事情 就是如何去做产品复化 如何去做市场加速 产品复化是什么呢 是取得用户 对于产品功能的认同 产品功能的认同 这边比如说我们 这个赛轨的这平衡车 对不对 那平衡车的话 它能够解决 周边五公里 什么样的平衡车 平衡车 它是一个电动的 一个平衡车 一个kick scooter 就是大家站在上面 这样跑的那个 现在很流行 对吧 因为它恰恰就抓住了 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 我从交通枢纽 一直到我周边 可能五公里 十公里 这种短途交通 如何能够便捷 有效 经济地去解决 而且不受 这个traffic的影响 没错 但是当这种产品 面试了之后 就像Segway一代的时候 它其实更多的是军警 更多的是这种娱乐场所 并没有大规模地开开 在这个超市 大型商场里面的保安 就是因为很多 C端的用户 他无法认同 你的商品价值和品牌 我认同你的功能 没错 但是你的价格 你的品牌 不够sexy 无法去吸引我 这种掏我自己 兜里边的钞票 去购买这个产品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做品牌加速 就是让品牌 它作为一个故事 很多人 当你听到一个故事的话 你就非常认同 就像我们苹果 对不对 我们苹果的笔记本 我们苹果的电脑 从来都不是最经济 最高性价比 当然了 但是它这边的话 所具有的一种 独立为先的一种精神 它变成了一个品牌 我能够认同 那我愿意赋予更高的 一个一家去购买这个产品 就好像现在国内买华为 是一样的 对 所以这就是产品孵化 跟品牌加速 两者分别带给 这个产品企业的一个 最重要的两个砝码 你刚举了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就是说像这个Schooler 大家因为不能够认同你的品牌 所以的话 它不能愿意自己 不愿意自己去掏钱 去买这个东西 对吧 那么怎么样能够让它 就是刚才你这个例子很好 但是对我来说 我可能还是不会买一个Schooler 因为我觉得这还不是一个 大众可以用的东西 有没有什么东西 你觉得是大众可以用 然后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大众可以用 这边的话东西太多了 我们举一个 现在这个蓝牙4.0时代 现在这个最火的一件 消费机的产品 就是这个蓝牙耳机 我们都知道 我们之前可能一代耳机 蓝牙耳机 都是这个现用的耳机 对 二代耳机它可能能够做到 自动避障 自主的消音 对吧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 很大的一个这样的耳脉 耳脉的话带着 但是其实进入第三代 第四代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有很多这种分体式的耳机 对 一边一个 对 这个的话就很多时候 你发现一个人在那边讲话 你也不知道他跟你讲话 还是可以讲话 因为很小 这其实就是它最新的一个基础 就是蓝牙4.0 包括之后的话蓝牙5.0 它这种做这种TWS耳机 那么在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里面的话 苹果最先用AirPod去打开了整个市场 它当时整个定价的话 将近200多美金 给市场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顶部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 就有三级空间 一个是以AirPod这个价位的高端耳机 还有呢 是以很多我们讲这个 我们这个中国大陆国产的这个 对吧 华翔北那边有很多一系列解决方案商 做的很低价的 但是可能你这个质量不是很好的 那么就有一批客户 就有一批我们Inio的客户 包括呢 这个国内的这个方案商 他其实抓住中间的这个地带 而他做的最好的就是 把技术赋予了成了产品 又把产品赋能成了品牌 那么目前 他们又通过众筹的方式 通过海外这个数字媒体化 营销的方式 把它建立成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品牌壁垒 之前的话成功的在我们平台上 众筹到三百四百万美金 形成了巨大的成功 其实你刚刚举的这些例子呢 就是有些公司 它可以自己去做这样的市场 或者它有这样的创意 但是你们做的是帮助它的产品的孵化 可能有些公司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专家来帮我做产品孵化呢 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其实还是很大的不一样 我们讲说 其实很多产品型的企业 它由于现金流的问题 它由于它自己本身技术限制的问题 包括它整个这个市场团队配置的问题 它无法去议测到 可能半年之后 一年之后 我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是什么 那因为它无法去预知预期 它也无法去完美地定义 它下一代产品 应该是如何去做一个很好的产品定义 和产品的开发 又由于它无法做很好的产品定义 所以在工业设计在整个供应链的提供方面的话 它们又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所以其实我们目前在中国呢 我们联合了像洛可可 这个最大的工业设计集集团 去帮大家去解决工业设计 对不对 我们要让它不仅是能用 而且要越来越具有工程美 舒服 那么在产品定义阶段 因为我们从业这么多年 有很经验丰富的这些行业专家 那我们就会以前瞻性的视角去看 这个产品在这个门类里边之后 它的要求是什么 一系列的技术参数 包括它能够达到的一种 对不对 产品的这个需要的一些特性 然后呢 再帮助他们去制定 每一步进入市场 一二三四五 应该怎么样走 可不是一步进入这个 对不对 买家店 我们像Best Buy 这个包括像Radio Shack 而是先通过线上这个社群营销 之后通过这个电视销售 在通过独立站增长流量 然后再进入像亚马逊 烧比发等等这样 最终再进入线下店 所以这都是有一个完整的套路 和成熟的打法的 你刚讲了一个就是 你做的这个程序的完整套路 成熟的打法 但是你如果预估它 半年一年 这个未来甚至说两年以后 这个趋势的话 你们怎么去判断这个趋势呢 这个判断趋势的话呢 非常难 因为整个 因为变化太快了 变化太快了 变化太快了 行业变化是非常快的 技术变化也是非常快的 而且你不知道 有什么新的产品又出来了 你怎么能去判断说 半年一年以后 这个方向和趋势 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这样之前很多年轻人 都喜欢苹果的产品 但现在呢 大家也慢慢的 不喜欢苹果的产品 这个很多年轻人的话 之前这个非常喜欢 这个月后计分的一些软件 现在的话也都不喜欢了 所以其实整个 高新技术产品的 这个领域的话 它的迭代和更新速度 是非常快的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去判断 或者说如何去帮助产品 去做很好的规划呢 我觉得这么多年的经验的话 其实我觉得可以总结成三方面 从三个维度上面去进行判断 哪三个 第一个维度的话就是技术 技术的维度 它始终是沿着一条线 或者几条线去进行演变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 这个蓝牙技术 对吧 从4.0变到5.0 然后呢 这个像这个信号技术 对不对 我们华为 现在的话从4G的话 变到5G 那么由它的话 就衍生出来 一系列的这种产品的 这个思路 包括呢产品的系列 就是我们要从技术上面去判断 之后我们的产品的趋势 到底是续航量更大 还是呢 我们的信号维度更大 还是之后的话 能够支持的这种波段 或者频谱更多 这是我们判断的一个依据 第二个呢 就是产品定义 产品定义的话 这里边 其实很大程度上面 要靠专业人士的这个经验 同时呢 也要靠精准的 数据为导向的一个市场调研 产品定义 它其实是紧贴用户的 那么用户到底是希望 比如说重一点的耳机 还是更长的续航量 这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个产品 我们最近的话 还有一款很棒的产品 水墨屏的一款手机 那么这款手机的话 它续航能达到两天三天 屏幕是水墨屏的 就跟Kindle这个屏幕一样 而它呢 整个刷新速度更快 丝毫没有Kindle的那种延迟感 而同时呢 作为小孩用它 保护眼睛 成人用它续航量更长 老人用它的话也不伤眼 太阳底下的话非常好 就这个由技术革新 演变成来的一个产品定义 我该怎么样去把这个 我定义成电子书 还是手机具有电子书的功能 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议题 第三个维度则是什么呢 则是品牌的定位 品牌应该是去切 我们高速发展的这个中青年 还是要去切最具消费实力的 这个成熟人士 对不对 35到50这批人 是应该缺女性 还是应该去缺男性 对吧 所以这里边品牌 就有更多的玩法了 包括只玩线上的 还是我们要线上线下 共通的 所以从这三个维度 其实从某些程度上面 我们可以帮助之后 产品的开发 或者说科技的一个孵化 我们去帮它圈出一定的范围来 在这个范围里边 它的成功的概率 将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你刚刚讲的这每一个 我们都可以专门做一个节目 具体去讲 每一个都能写本书 对 每个都能写本书 三个维度 一个是从技术方面 一个是从产品的定义方面 另外一个是从品牌的定位方面的 对 这些真的是 我觉得是真的多年的经验 还有对这些数据 各方面的分析是非常大 现在其实在 美国其实还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市场 也是一个 我觉得消费人群 比较正规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尤其是在网络的 e-commerce这方面 对的 你觉得说现在这个就是 产品早期的化 在美国的创新生态当中 它具备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意义和作用呢 我觉得在美国 尤其是加州硅谷这块 其实产品的一个创新孵化 它其实完全是在一个 成熟的生态体系里面在走 它是一个种 什么样的生态体系呢 就是说大公司 去负责引领底层技术 去促进商业实践 但是中小型企业 去更多的 involve到产品定义 和产品研发 产品开发里面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生态 就是说当一个中小型企业 开发出来一个非常好的产品之后 大企业看好了这条赛道 并且依托它之前非常好的 这个分销渠道和底层的 这个各种技术的支持 直接把你买断了 以及强大的生产制造工艺 对不对 它就直接把你去买掉了 对 那么这样的话就实行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自体循环 这里边 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案例的话 就是Ring 这个Ring这款产品的话 就是之前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对吧 可视门铃嘛 这的话被买掉了 那么还有的一个生态呢 就是说大企业里边 比如说它的一个部门 它要进行这个垂直化的一个创新 那它可能分别单独 分裂出来一个部门 比如说苹果的汽车 对不对 NVIDIA 它的这个人工智能汽车部门 那就专门针对一个 他们非常看好赛道产品 去进行孵化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呢 为什么我们讲 叫产品孵化跟品牌加速 在这两个阶段 产品孵化 我们会更多的跟越港澳大湾区 我们去跟长三角湾区 然后呢 我们再跟硅谷湾区这边 我们看到技术 我们看到美国 北美包括美欧 整个庞大的市场 我们去告诉 可能在深圳的一些工厂 一些方案商 我们告诉它应该去怎么样 我们帮它去配资源 帮助它去把这个产品 从零到一 快速地在半年之内跌跌好 然后呢 再根据欧美通常的这种 已经集约化的一个品牌 孵化的一个成熟的一个体系 再帮它去注入品牌的力量 这样的话才能成功地登陆北美市场 你这个其实是 因为你在亚洲的工作的经验 和在美国的这些经验 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而且也是个趋势 但是现在你觉得在这个中美 这样的一个贸易战的这块 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这一边影响肯定是有 但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恰恰是机会 因为首先经济全球化 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可逆的 而且呢全球化的分工 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 就连乔布斯的话 其实当时也跟奥巴马说 这个制造业一旦失去了一些机会的话 它就很难再回来了 对 虽然说目前我们看到非常多的 制造业的这些工作机会 它其实还是有一部分 回到了美国 但是的话这些呢 其实是在一个关税 成本很高的 包括成本 它的一个双重叠加之后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东西make sense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这种呢 其实依然是叫什么呢 美国出设计 出品牌 中国出生产 出技术迭债 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分工 其实我们看到更多的这些产品 如雨后春水 一样的话不断迭代而出 而美国的消费者 其实也是因为这些产品 而受益了他们这个千家万户 无论是这个IOT 对不对 室内的科技 还是现在的话非常多 我们用到的一些智能硬件 甚至更广义的话 一些软硬结合的一些应用 都是在这个范畴里面 全球的科技 其实它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 这个合作其实是没办法阻断的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因为呢 其实不管任何一家大公司 它不可能做了所有的事情 那么您怎么看 未来的五到十年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但我想如果把它稍微再聚焦一下 就是说尤其是在 我们讲智能硬件 或者说产品创新的领域 我相信依旧呢 会遵循着一个 由越港大湾区 就是在亚洲的话 去进行产品创新 但是在美国呢 去进行一个功能和品牌上创新的 这样的一个定位 为什么这么讲呢 现在北美市场 或者说我们讲美欧市场的话 是世界上最大的 这个单一包括多极的市场的一个分割 虽然说国家不一样 但是呢大家在审美 包括功能和用法 包括整个标准的统一方面 确实做到了领先整个世界 那么这边的一些消费者 他们最新的一些使用的一些需求 比如说智能冰箱 比如说智能电视 再到可能我们看到一些智能车载系统啊 包括一些智能的这种个人的医护系统 那么他们基本上都是给大家去set 去制定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标准和行业的一个需求 那么在这种需求的前提下呢 那么在亚洲的很多这种研发型企业 包括产品型企业 他们就会利用自身供应链和这个R&D的一些优势 去不断地去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并且跟在美国真正应用端的一些企业去进行结合 那这其实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业链了 对 您刚讲到这个就是其实在美国这块 尤其在硅谷这块 它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消费人群 和一个相对成熟的一个生态系统 所以像您说的 那么它的科技 它的产品是在可能是大湾区 或者在中国的藏三角 但是在这边是一个功能 和在品牌上的一个创新 这是一个很大的趋势 而且这里面蕴含着非常多的机会 没错 我在这边其实还能举一个小的例子 在14年的时候 当时我这边负责跟美国的 Flatronics 伪创力集团 我们当时一起合作 那么在当时苏州的复化器里边 我们共同审阅了多达600多个智能硬件 包括智能医疗 人工智能的项目 后来我们筛选出来了30多个项目 去进行整体的复化 那么最后它复化的成熟率 高达67% 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获得 其实有两方面的一个成功要素 第一 确实中国的很多企业 它具有非常好的技术应用的能力 但同时其实还有第二 就是说伪创力 Flatronics 这一个总部在硅谷的企业 它其实在整个亚洲 有非常多的制造基地 而它又深知美国市场 它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它能够很好的把这两者 去进行相应的结合 我想这也是之后 其实美国很多的这种 大型的投资集团 或者说科技集团 他们之后会应用的一种战略 佐肖先生真的不愧是 科技企业全球孵化的一个引领者 我们在今天这样短短的节目当中 可以看到它的整个思考的 这样的一个路径 和未来的一个方向 我们也希望在未来 可以继续请到佐肖先生 来跟我们继续来谈一下 刚才我们讲的三个维度的创新 谢谢你